金平梅如是读第53回秀相本《潘金莲惊散忧》 欢吴月娘拜求子夕 词画本吴月娘承欢求子夕礼 平儿仇怨宝儿童 一、研究篇 露如不已入客的五回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字序里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我本来一直想着 至少金平梅是完整的 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 屈克韩南黑嫩说第53回至57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 我非常震动 回想起来 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节 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 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 由东京、宋歌童、宋十五岁的歌女楚云 结果都没有戏 使人毫无印象 心里想怎么回事 这书怎么了 正纳闷 另一回开始了 忽然眼前一亮 像钻出了隧道这段话 简单归纳一下就是 金平梅文本的第53回至57回是另外一个人写的 专业说法叫漏如不已入客 其来源于沈德福万利也获编卷25记载 原书时少53至57回 便秘不得 有漏如不已入客 无论肤浅比理 始作无语 即前后血脉一绝不贯串 一见之奇艳座椅关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 学界各种意见都有 不过大部分涉及此问题的研究者相对倾向于认为中间这五回是补写的 但也有纠缠于到底哪个版本存在补写的激烈争辩 我个人认为要研究这五回是不是补写其实并不难 详细比较两个版本的文本在对照前后文的故事细节自然很容易得出结论 可惜的是国内外大部分专业学者对金平梅的文本似乎都了无兴趣 对于没有深入研究过金平梅的读者来说漏如不已入客是一个惊异的命题 我小心揣测读者大概会有两种可能发生的心理反应 第一啊原来金平梅也不是完毕 那我们阅读金平梅不是很没有趣味 或者说作为读者不是很不甘心 第二那么专业学界除了证明这中间五回是不是补写 有没有做过别的一些什么 比如以专业的方式重新补写 又或者专业学界的这些研究对普通读者有什么价值呢 我的个人意见是 经过这五回大量的文本分析 读者也可以断定这一段是补写的 至少是另一纸笔代写的 这是既成事实 再有遗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或者我们可以安慰自己 幸好补写的部分不是最后的结尾 相比于《红楼梦》 金平梅还是有更多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 既然中间五回是补写的 那么专业学者为读者做了些什么 从目前来看 做了很少很少的事情 大部分专业研究作品都尽量避开此问题 或者是视而不见 或者是假装不知 而凡涉及此问题的作品大多只破不利 更别说尝试重新补写 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总的来说就是 已经问世的专业研究作品 不能为读者提供关于此问题更多的营养 除了田小飞教授的《秋水堂论金平梅》 及《韩南教授》的论文《金平梅》的版本 及其他等极少数作品深入分析文本 提出了一些遗漏的情节 作为将深言文本视为根本目标的草根作者 本书集站在《秋水堂》的肩膀上 对以下五回研究将有别于上下文 采用一破毅力的方式 一方面分析证明文本的错误和疏漏 另一方面研究原本应该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以此作为上下文的衔接 直到58回钻出了隧道后 我们在回到之前欣赏精致文本的《阳光大道》上 通过于补写的《漏如之笔》对比 我们更能读出原作者《文笔之神庙》 关于这个命题 我们从绣像本第30回说起 只见蔡老娘进门 望众人道 那位是主家奶奶 李娇儿指着月娘道 这位大娘丽 那蔡老娘倒声磕头 月娘道 姥姥生受你 怎的这咱才来 请看这位娘子 敢带生羊野 蔡老娘向床前摸了摸李平儿身上 说道 是时候了 秀向眉坯 月娘好心 直跟烧香一脉来 后53回为俗笔改壤 可笑可恨 不得此原本 几是本来面目 由此可见 在秀向本的时代 金瓶梅的53至57这五回 是后来补课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 从这段梅批里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秀向本批评者 至少看过两种不同版本的金瓶梅 而认定其所批评的这个本是原本 另外一个或不止一个版本的 金瓶梅的53回至57回是改壤的 它们可能是词画本 也可能是更早的抄本 再看沈德福的话 原书时少53至57回 便秘不得 有漏如不已入客 沈的说法和秀向本批评者的说法 方式明显不同 沈虽然确定中间五回为补写 但他只有一个版本在手 而这个版本大概也不是秀向本批评者 自诩的原本了 表面上 综合两句话大概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至少词画本是补写的 而秀向本可能不是 但这并不合理 因为 其一从文本整个系统来看 秀向本的成熟时间应该晚于词画本 并且很大可能是从词画本 或者相似的本子里改写而成 如此 怎么可能词画本是验作 而秀向本不是呢 其二 通过比较文本 我们可以轻易发现 秀向本和词画本在53 54回存在巨大的差异 几乎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分别写的命题作文 但55至57回又大抵相似 这如何解释呢 经过大量的文本分析 我们将发现 词画本固然存在很多问题 但秀向本也很不完美 一方面 两个版本都存在着大量血脉不贯串的问题 另一方面两个版本在一定程度上 却能神奇的信息互补 所以 我的研究结论是 词画本和秀向本 有着一个同源的早期原本 这个早期原本 很可能是秀向本批评者看过的 也是沈德福了解的 然而这个底本的这五回 已经是被改写过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 接近于现行的秀向本 一定程度上 接近于现行的词画本 而词画本的写定者 和秀向本的改写者 都能够确定 迪本的五回被改写 因此他们逼不得已的再动干戈 尤其是五十三 五十四回 因此出现了如今两个版本迥异的情况 而词画本和秀向本本身 可能是素媚的 或者至少说是互不信任的 二 陈潘偷情出成就 五十二回 观戈剃头吴岳娘问日子时 是四月二十一日 当晚西门庆在梦浴楼房里睡 第二天一早西门庆赴安皇二主事之约 前往刘太监庄上喝酒 而潘金莲则在家和陈静记 发生了一段颇为莫名其妙的偷情故事 说莫名其妙是因为其中的李平儿 被描写得太幼稚太可笑了 为此我提出那一部分也存在不写的可能 以上集是五十三回故事发生的背景 就像本本回开头第一句是 话说陈静记与金莲不曾得手 畅扬不提 接下来就转到西门庆 在在刘太监庄上的喝酒故事 喝酒没什么好说的 问题在喝酒的结尾 两段文字衔接是 欢乐饮酒不提 且说陈静记因与金莲不曾得手 这就颇为奇怪了 这种转折出现一次属于正常的场景转换 而自我重复则明显不符正常的逻辑顺序 如果一定要先说一下西门庆喝酒之事 那么开头应该是 话说那日西门庆赴 也就是说这里的衔接非常生硬 绝不像一个作者正常的流水表达 虽然两个版本文字相译 但西门庆酒烟一段不过是过渡性文字 核心的故事是陈潘偷情 秀相本是写当天晚上二人按捺不住 看西门庆还未归家 于是冒险在花园内一时 秀相本里二人情话往来 陈进记说 莫奈何只要金帆成就成就 于是就成功地发生了关系 词画本这一段一开头就发生了时间错误 因昨日血洞里不曾得手 因为接下来一天是吴月娘人子日服药之期 故此时无论如何仍是22日 词画本中陈潘二人只刚发生肉体接触 西门庆就回来惊散了 因此几乎可以说二人仍未偷情成功 所以关于这段故事的焦点就是到底孰是孰非 二人究竟成就与否 我们找到西门庆死后的一些二人偷情文字 这些文字两个版本是相同的 第八十回礼 潘金莲对陈进记说 我儿 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爸 趁大姐在后边 咱就往你屋里去爸 到次日 这小伙儿尝着这个甜头儿 早晨走到金莲房来 妇人便从窗檐里递出舌头 两个扎了一回 第八十二回开头 话说潘金莲与陈进记 自从在厢房里得手之后 两个人尝着甜头儿 日逐白日偷寒 黄昏送暖 对于后文的这些描述 或许可以这么理解 今日成就说明前番并未成就 自从在厢房里得手 尝着这个甜头儿 说明以前未必有过甜头 也就是说 八十回受色东床方式 陈潘偷情名正言顺的成果 八十回以前 应该都是不曾成就的 另一个佐证 十二回潘金莲刚进门时 私扑受辱是有特殊意义的 一方面是西门家争宠大战的开始 一方面也是为了塑造 潘金莲的特殊形象 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 她和大多数首富道的女人不同 她更乐于追求个人幸福 尤其是情欲方面的满足 私扑既预示了后闻她会勾打陈静记 也预示了她不敢再次公然放肆 私扑挨打的阴影 一直笼罩到西门庆死后 所以西门庆死后 潘成二人才真正成就 相对而言更加合理 综上 尽管此画本 陈潘偷情发生的时间错了 但情节却比秀相本更加可信 因此这一段故事的原本内容 应该是提升陈潘偷情的新高度 但仍没有真正成功 三 吴月娘服药人子日 吴月娘服药是词画本里非常重要的情节 写进标题 尽管内容是补写 但回题可能出现在目录页 如此对补写者而言 即是固定的并用了很长的篇幅 然而这个情节其实是多余的 词画本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话说吴月娘与李娇儿 贵姐 孟玉楼 李平儿 孙雪娥 潘金莲 大姐混了一场 显然 按照中国人的叙述习惯 这里人民的排序非常不对 上一回潘金莲 李平儿向吴月娘谈集聚会之事 吴月娘就同孟玉楼 李娇儿 孙雪娥 大姐 贵姐众人 这才是比较合理的地位顺序 断不可能李娇儿 李贵姐在最前面的 接下来就是上文说的时间错乱 因为当天是4月22日 可吴月娘偏偏睡了一晚 到次早起来 别无她话 后又在第二天中午祈祷 若无视明日人子日 即当晚说 次日才是23人子日 将西门庆推到别房等等 很明显 这里插错了一天时间 对于文思缜密的金平梅来说 这样的错误太不可思议了 词画本的第二天醒来 吴月娘出乎寻常的 大清早观星光歌 甚至亲自登门问候 这在金平梅全书中里 也是绝无仅有 并且人物的行为和性格 变得很怪异 如吴月娘前来问候 李贵儿一房如林贵客 一连串的惊慌迎接 而语言相比于其他章节来说 也让人有味同嚼辣的感觉 吴月娘看望光歌 引发了潘金莲和梦玉楼 在后面说风凉话 这当然不合理 书中此二人说风凉话 只会在前边潘金莲的花园房里 不会在人多口杂的后边堂屋 吴月娘因此偷听到他们的讽刺 忍气吞声 于是即开始其服于生子服药 在三段描述投胎衣包服药的运文后 对于生子服药和投胎衣包 我们已经非常了解 这些夸张的运文实在化蛇添足了 而这些在秀像本里是一笔带过的 吴月娘发出了忠心的祈祷 若吴氏明日人子日服了薛姑子药 变得种子 成绩西门香火 不使我做无似的鬼 感谢皇天不尽了 从字面分析 吴月娘生子是为了成绩香火 而终极目标则是自己死后 有一个长生牌位得到后代祭祀 从现代人来看 这类迷信风水的想法非常愚蠢 然则在金瓶眉里 这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善良 回忆一下21回吴月娘月夜烧香是怎么说的 不拘怯等六人之中 早见四夕 以为终身之计 联系前文提及的秀像本那段批评文字 月娘好心 直跟烧香一脉来 后53回为俗笔改壤 可笑可恨 不得此原本 己是本来面目 一集 在秀像本批评者看来 吴月娘月夜烧香时的祈祷是一种好心 是出于为西门家的子嗣 是妇女的善良表现 反过来 词画本这类为了自己的孩子 而非光歌成绩香火 包括西门庆死后的遗产 和自己死后能有祭祀的念头 应该是自私的 是可比可恨的表现 从这个角度上说 金平梅一直隐晦地塑造的吴月娘好人形象 如果按照词画本这样的描述 则完全是一种出卖 也就是说 秀像本批评者大概看过类似词画本 这段吴月娘的描写 并认定其为俗笔 乃不写者的拙劣表演 接下来是仁子日的前一天 西门庆要走进吴月娘的房里 秀像本是西门庆下马进门 已醉了 直奔到月娘房里来 搂住月娘就带上床 我们当然知道这很不合理 西门庆曾几何时 会直奔吴月娘房里求上床 词画本是本带到金莲那里睡 不想醉了 错走入月娘房里来 我们也同样知道这很不合理 前文已多次提及西门家的结构 吴月娘房在后面堂屋 潘金莲房在前边花园 相距实在太远 根本不存在走错的理由 此外 57回住在前边花园里的李平儿 竟然能听到后面吴月娘房里 薛姑子说话的声音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所以能说得通的解释就是 词画本不写者对西门家的布局 毫无概念 两个版本吴月娘都将西门庆推走 于是西门庆走到潘金莲的房里 吴月娘静待第二天的人子日 接下来 为了让吴月娘人子日刑房 文本必须为两晚之间安排一些过渡情节 我们来看看两个版本是如何操作的 秀相本非常奇怪 这一天西门庆在潘金莲房中起身 就叫书童写谢宴帖 网黄 按二主事加谢宴 这本身很可能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知道五十一回先是二主事来拜访西门庆 所以网留太监喝酒算是二主事的回请 也就是说西门庆并不需要谢宴 礼仪上写个帖子送点礼物也足够了 然则 接下来 戴安捧出早饭 西门庆正和伯爵同吃 又报黄主事 安主事来拜二主事虽然职位不如送 菜二巡案 但无论如何 没必要昨天请客完了今天再次登门 然后他们说了几句闲话后 二主事 坐别去了 西门庆回进后边吃了饭 就坐轿打败黄 安二主事去 又写两个红礼贴 吩咐戴安备伴两夫下城 赶到他家面送 这完全莫名其妙 人家刚才不是登门拜访吗 现在又坐轿去答谢 且不说西门庆出门大多骑白马 经过如此一串不可思议的情节 度过了一天 西门庆回来就进了吴月娘房里 人子日生子服药终于起了效果 吴月娘的子了 词画本吴月娘吃药片段写得颇为复杂 服药难以下咽 勉强吃完就闭门休息去了 随后西门庆清早敲门不应等一串反应 甚至还对着小玉抱怨怎么悄悄地关上房门 摸不到我昨夜去了 大娘有些二十四吗 现今叫大娘只是不应 怎的不是弃我 从阅读经验来看 这些文字肯定是前后血脉不惯的 因为西门庆绝少对丫头说话 更别说对着称呼大娘云云写小说对白最难 金平梅最擅长的地方之一即是对白 用对白表达人物性格 推动情节发展 从这两三句有限的台词 大概也能感受到不写者的功力落差 接下来白天部分 英伯爵来访 建议西门庆送谢铁和礼物给安皇二主侍 这是和秀相本一致的 但毕竟不会再会来会去 由此可见秀相本那段文字之幼稚 然而 后面就轮到雌画本幼稚了 接下来是一段英伯爵为李三皇四戒淫的过程 我们暂时按下 夜里西门庆进吴月娘房 西门庆掏出了胡僧耀 吴月娘心中暗道 她有胡僧的法术 我有姑子的仙丹 想必有些好消息也 词画本没有明写结胎 但确实是势如人愿 只是胡僧耀冤枉的成了吴月娘的帮凶 我们都知道胡僧耀纯为快乐设计 综上 吴月娘服药是没必要详写的 这是词画本的多余 甚至还搞错了时间 吴月娘前一夜与西门庆发生推托 等待仁子日是必要的 因为必须提醒读者注意 吴月娘的刻意经营 但绣项本不够准确 词画本更加粗糙 仁子日的白天必须发生点事 绣项本的二主是来访之类 纯属胡编 但词画本的西门庆敲门 不应也属胡编 从上下文看 词画本写 因伯爵为李三皇四的戒淫 是必要的情节 然则却写得极为糟糕 四 李三皇四在戒淫 二十一日 因伯爵在分别时说 二十二日 西门庆会二主事的 刘太监之约不得闲 二十三日 再来谈李三皇四之事 也就是说本回必定包含 因伯爵在帮李三皇四 戒淫的情节 此话本这部分开头是英伯爵先说 哥 前日说的曾记得吗 这话看起来颇为怪异 对此西门庆一脸茫然 随后竟是呆登登想了一会 说到莫不就是李三皇四的事吗 实在太傻 然则这都算了 一番有钱没钱的推唐之后 英伯爵居然正色道 哥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人儿无信 不知其可也 哥前日不要许我便好 我又与他们说了 千真万真到今日有的了 怎好去回他 他们吉辅你做人慷慨 指什么事 反被这些经纪人背地里不服你 这哪里是那个将马屁完转的 炉火纯青的蹭犯大师的言语 更何况英伯爵和西门庆 明月兄弟十四主仆 哪有如此跟老板说话的道理 然而让人喷饭的是 西门庆竟然回答 英二爹如此说 便与他罢 话虽不多 然而却更无道理 西门庆最多说一声英二哥 但不可能这样称呼 也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给他 因为这等于承认 自己前面的推唐无礼 终于答应再借五百两 却只先凑了四百八十两 讨价还价一番 英伯爵不答应 西门庆只好再拿二十两 大概改写者想将西门庆 写成小气吝啬的市井商人 然则我们都知道西门庆并非如此 更不用说 这也和五回李后文和尚尼姑化缘时 西门庆大肆慷慨 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五百两凑齐交给了李三皇四 这时候又有两个严重错误 其一 写到英伯爵和谢熙大 为了中介钱不耐久坐 着急去追讨李三皇四 在借淫这世里 前后都没有出现谢熙大 这时候怎么可能加上他分一杯羹呢 其二 英伯爵出来时 戴安情童都拥住了伯爵 好些使用 买果子吃 而英伯爵的反应居然是摇手道 没有 没有 这是我应得的 这哪里是我们熟悉的英伯爵 这又哪里是前文 花费大量笔墨和心血为之出色的戴安 平心而论 这样写也不是一无是处 或许在这一刻 我们看到鲁迅先生笔下 那个被孩子们围着讨零食的孔一己 现在我们看看修相本是如何写这段内容的 23日白天二主事来拜时 英伯爵已到 但当时并未提及戒淫之事 24日 英伯爵 常智杰登门拜访 然后一段对白 英伯爵道 前日谢子纯在这里吃酒 我说的黄四 李三的那事 哥应付了他爸西门庆道 我那里有银子 英伯爵道 哥前日已是许下了 如何又变了卦 哥不要忙我 等地财主 说个无银出来 随分凑些与他爸 西门庆不答应他 只顾呆了脸 看长智杰 接着长智杰就开始聊官哥的事 隐身到预约花园游玩 应经祈福等内容 英伯爵提的借钱之事 就这么忽然结束了 之前51回西门庆 答应收回徐家倩的银子 及借钱给李三黄四 然而陈静记收银只收回一半 另一半还在账上 李三黄四要得非常着急 因此52回西门庆 答应家里再凑令一半先借给他们 所以仁子日这一天一定要完成借钱的举动 秀像本53回一笔提过 就忘了此事明显是不对的 到55回才完成借钱时间上 似乎也太晚了 词画本虽然过程很可笑 但基本事实却是对的 不过到56回 词画本又发生了自相矛盾 彼时英伯爵为长智杰借银 之前提到前日歌许夏李三 黄四的银子 歌许他带门外徐四迎到手 凑放与他把如此等于 西门庆甚至连徐四家的银子还没收齐 这就错得太离谱了 大部分通行的词画本都按秀像本 改成了英伯爵 问他们的银子还上了没有 西门庆说要下个月才能还 如此基本通畅 5.李平儿筹怨宴宝儿童 下面是李平儿筹怨宴宝儿童的片段 就第53回而言 词画本的篇幅远远多于秀像本 在词画本里 李平儿筹怨宴宝儿童是写入回题的主要内容 根据前面文本分析的经验 我们知道在回题设计上 词画本侧重于强调文本内容的比重 秀像本侧重于强调文本结构与内涵 因此李平儿筹怨宴宝儿童占据半回的内容 可以说是第53回文本的重心所在 然而对照秀像本篇幅明显短了许多 并且完全不一致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从词画本说起 先是李平儿报告吴月娘光歌日夜提哭 只管打冷战不住 这时候吴月娘建议说拜拜神 做作法 李平儿说要败谢城隍土地 吴月娘接着解释 为什么昨日一天没有看光歌 是因为潘梦二人说风凉话 前文已解释那段风凉话的不合理 而此间吴月娘同样不合理 仿佛她经常看望光歌 事实却并非如此 李平儿安慰吴月娘说 这样怪行货 歪刺骨 可是有曹道的 多成大娘好意 有招他慎的 也在那里捣鬼 这根本不是李平儿的口吻 更不可能是生子后的李平儿的口吻 若能如此 李平儿亦不会败给潘金莲了 接着就是光歌出世 口吐白沫 上下闻光歌每当出世 必因惊吓 此间无缘无故 必属补血之物 西门庆等就慌得进屋 这时候西门庆提议 请施卓归来与他着一个龟板 问吉兄 施卓归建议要献城隍 西门庆同意 积极地该献城隍老太 光歌顿时有所好转 接着吴月娘请来留婆子 西门庆同样相信 于是又卸三戒土 接着请前堂伙来卸土 西门庆跟着做各种法师光歌 真的略好了 第二天西门庆还到庙里求签献计 先按住文本 看看秀向本是怎么写的 秀向本中因为李平儿要求心愿 所以西门庆主动说 请王姑子来商量做好事 接着是西门庆主动与尼姑交涉 因前日仰光歌许下些怨心 一向忙碌碌 未曾玩的 拖赖皇天保护 日渐长大 我第一来要筹报佛恩 第二来要消灾严寿 因此请师傅来商议 王姑子自然回答 他最擅长的是应经 还愿 西门庆一一答应 此回亦至此结束 相比之下 词画本是一长串非常复杂 琳琅满目的文字 秀向本则显得极为单薄 到底哪个更接近真实的原本呢 很多学者偏爱词画本贡献的求神问部民俗资料 就断定词画本为真 我的意见还是坚持从文本出发 如前简述 我们发现词画本此段大部分迷信法事 是由西门庆发起的 然则 这怎么可能呢 向来西门庆遇到光哥生病受惊之类 第一反应即是找小儿科大夫 对吴月娘乱请巫婆神棍一向嗤之以鼻 又怎么可能自己去请这些市井久留人物呢 更别说西门庆亲自做法事 并说出静神如神在之类的话 所以 词画本一长串内容 根本就是改写者到处抄抄补补加进去的 完全背离了角色本来的形象 另外 词画本在这段故事乃至下一回等 皆出现名为安童的小丝 此并非传抄之物 安童多出现在古典小说中 只带跟班小丝 并非确切名字 如本回吩咐安童跟随上庙 挑朱阳的挑朱阳 拿关带的拿关带 但金平梅其他回除扬州苗园外的小丝无名 只叫安童外 西门家的小丝都是有名字的 此细节亦可看出 补写者与原作者不同的表达习惯 另一方面 秀相本也不正确 因为西门庆同样也鄙视痛恨那些尼姑 他就曾对薛姑子大家讽刺 怎么可能主动请王姑子来印经呢 包括57回亦是如此 并且根据后文58回来看 其实印经的因是薛姑子而不是王姑子 所以无论是词画本还是秀相本 关于仇怨宝儿童的描写都不是正确的 至于真正的情节 我从后文找出一点更为合理的蛛丝马迹 第58回 李平儿见官哥支流婆子要无效后对吴月娘说 我向房中拿出他压背的一对银狮子来 要教薛姑子印造佛顶新陀螺经 赶8月15日月庙里去设第63回李平儿死后 行画师为他画一项时候说 不须尊长吩咐 小人知道 赶问老爹 此位老夫人 前者5月初一日曾在月庙里烧香 亲见一面 可是否西门庆道 正是 那时还好厉 以上两个版本文字相同 这里两次提到月庙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5月初一 8月15日又是什么日子呢 我认为5月初一是李平儿等前往月庙烧香仇怨的日子 这个时间在仁子日之后 吴月娘则是仇子夕 李平儿则是宝儿童 此时尼姑们大概向李平儿提议印经 李平儿并未实行 等到58回看官哥身体不妙 于是想起印经仪式 并决定8月15日在月庙施舍 也就是说 月庙才是本回大部分故事真正应该发生的地点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